其实我就是在找俄乌战争的一些资料的时候 意外的发现网友又把这个 于北城的金骏名言 应该是惊吓的金骏名言找出来 他曾经说过地涅薄荷长12万公里 包含了他之前说什么 解放军登台湾一定会迷路 没办法使用Google导航 这以上都登过热搜 我也是快笑死了 然后呢于北城称天宫飞弹拦截率 百分之两百一 怎么算来的呢 至于这个是北城的算法 叫做一发七百分之七十 命中率如果是三发的话 他直接把它乘以三 所以变成百分之两百一 这也沦为网友的笑柄 然后将军你怎么看呢 地涅薄荷12万公里 这叫做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天文就知道说是解放军 要没有GPS的话 会迷路 这是天文 地理来讲的话 知道地内薄荷有十二万公里 这是地理 除了天文跟地理 他非常精通之外 他数学也蛮强的 因为他知道这个 一发七十命中率 三发是两百亿的命中率 除此之外他也是军事天才 他知道解放军会游泳上岸 上岸之后他还是后勤天才 他知道说上岸之后 解放军要到好事多去抢食物 我想这都是我们于北城于议员 我现在不想称他是军人的军节 我觉得很惭愧了 这我们军人怎么会训练出来这种样子 今天我觉得其实他不笨 他非常聪明 他知道说是这样他会有流量 我就想说他是不是想上瘾了 对 他就是有流量 其实对他来讲的话 你认为说会不会有些人 就现在来讲的话 就是觉得我每天看他 红到大陆 红到对岸去 那这个不管这个流量 是抱着什么心态来看的 他非常聪明 他知道是有流量 但是他最近慢慢的 大家很多人开始会学他了 第一个就是王羲之 对不对 王羲之开始下雨 别说了 1400公里 1400厘米 14公尺 14公尺高 开始 网友都叫我赶快逃 也开始在学他 我觉得民营党现在来讲的话 大家分别想要在这方面 能够博得流量 所以说于北城你要继续加油 不要停下来 想办法除了天文地理历史之外 还要知道一些其他方面 不管科技或干嘛来发挥你的专场 不然的话你会被这个王羲之赶过去 你赶快除了用脑袋想之外 你也要用膝盖去想一想 要用什么梗来发挥你的创意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哎呀 说到底啦 真的是别再闹笑话了 导播给我下一张电视墙 美国国旗是中国制造 真的 我没有骗大家 但是你万万没想到吧 哇 天呐 这个泱泱大美国 他们怎么会愿意发生这种事情吗 好 我们先来看这边 这是美国广播公司 他说现在拜登 有可能要签这个法案 全美国旗法案 怎么回事 美国国旗咋了 在美国通过 他说美国国旗必须百分之百 使用美国材料制成 而且必须在美国制造 我就觉得很好笑 其实网友也说 拜登难道你没有别的 更重要的法案要签吗 你现在才给我搞这个 美国国旗意识形态 好 那再来呢 其实到底美国国旗 是不是真的这么多 大比例是中国制造 像这一次的巴黎奥会 我们说百分之八十的 什么设备啦 器材啦 周边的 包含了地电啦 乒乓球桌 乒乓球 足球 吉祥物 这个烟火无人机 百分之八十 Made in China 那美国国旗呢 2017年的数据 美国进口大概一千万面 美国国旗 这够用好几年了吧 百分之九十九点五来自中国 我猜他可能不好意思说百分之一百吧 好 所以这种情况 你知道美国多想抛弃中国制造 但美国又多爱用中国制造啊 立将军 美国国旗其实以后会用的更多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说是 在海外战争来讲的话 你看那个阵亡官兵 回来的时候 棺材上面都要盖一面美国国旗 你说他们太爱去外面打仗了是不是 对啊 如果说是 如果说是他战事不顺利的来讲 那国旗消耗量会很大的 你看看 每一幅棺材上面都要有一个国旗 但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国旗 其实你知道一面棺材在上面 每天升旗降旗 其实久了以后 它不管是受太阳紫外线的照射 或风的吹 那质料如果说不是很好的话 其实很容易破损坏掉 那一个国家 你不管在什么场合 你如果那边国旗 如果说老旧破掉的话 其实是这个很不祥的一个预兆 所以说必须要 除了说是我们制造国旗 希望说是它能够 能够进得起太阳 阳光的照射 风吹雨打 因为你一直挂在室外 那隔一段时间 你就要换一面 但你不觉得很意识形态吗 我怎么知道 那个美国国旗 是不是中国制造 你把它原料拿出来分解 其实我觉得如果说 你今天美国是要通过这个法案 以后只有一个结果 这太意识形态了吧 不是 只有一个结果嘛 它就是成本比较便宜嘛 对你美国自己制造 你就很多个地方 你是不是就是取消掉 就不再升国旗了 不再升美国国旗 因为你没有那么多预算 去买国旗了嘛 那中国来讲 确实是知道 你刚刚讲的像那个 我也很好奇 一面国旗是多少钱 对不对 你说在美国 看大小 对不对 看大小 如果说是白宫上面国旗 跟一般手摇国旗 那大小价格很不一样 但中国现在就制造大国了 你看我们讲 法国这次奥运 它那个帽子 你知道吗 它那个叫吉佛里帽子 你知道那个帽子在哪里 你知道吗 你如果说我 这个益珍我提醒你 你看 你印象中有没有看过 那个蓝色小精灵 有有有 它就是那个帽子 那是法国的帽子 那百分之八十是中国制造 那百分之二十是法国制造 可是百分之二十里面 其实也都是中国制造 只是拿到法国来把它组合而已 所以你就要知道 那他们有算过 如果说是在法国制造 那一顶吉祥物来讲的话 那个宝宝 要50欧元 那中国制造来讲 35欧元 那你看看差多少 只有它七成的价格 而且35欧还有赚 对 还包含运费 所以你想想看 我们今天讲是 国企好像一个小事 但是就代表说 美国自己的 不管是原物料 或工人 或成本来讲的话 都很高 尤其是什么 更严重的 我觉得是不是代表说 美国连做国企的工人 都很难找 对我刚刚也想到这一点 美国有gots一点好不好 全部收回来 我全部美国制造 来政府补贴钱 政府现在就没钱 好我们再来看 光是英国你知道吗 今天很多的这个英国的消息 什么英国破产了 资负债 他们现在英国也要省吃减用 我告诉你 英国的制造业还真的是一败涂地 从工业革命以来呢 英国的制造业第一次跌出世界前十名 你知道这件事有多严重吗 当年的英国 现在的英国 我们先来看第一名是谁 不用说了制造大国 这还要我给大家答案吗 中国 第二名是美国 但是我们要看一下 第一名跟第二名的产值落差有多少 中国的产值 占了世界三分之一 光是跟美 你看中国是5.06兆美元 美国虽然是第二名 但差了一半以上 差了一半 2.69兆美元 然后第三名日本落差又更大了 甚至只有8500亿美元 这落差是其实是非常非常大 那至于德国呢 它身为欧洲最大的制造国 产值是7510亿美元 你就知道了 这个制造的比例跟中国没法比 这也就牵扯到 来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 为什么这么多国家排队要加入金砖 很多人可能很好奇 对呀 国家想要加入某个组织 一定是对他们国家有好处嘛 不然我干嘛加呢 甚至是排队都要加 包含了土耳其在排队 泰国还有马来西亚 今天最新消息就是 泰国之后马来西亚也申请要加金砖了 所以现在呢大概有30个国家在排队 要加入金砖的联盟 那当然金砖对中国来说 很多人说金砖算是中国的一个 发起的一个组织嘛 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来参与 就连俄罗斯驻华大使 其实他也讲到一个重点 我们就是要来去美元化 那俄罗斯的副财源部长之前就说过 他们要研究一个金砖之桥 本币结算的支付平台 总而言之呢 就是要脱离美国 你怎么看金砖的影响力 我普通要讲英国 英国现在落后来讲的话 他们从英国自己本身 这个保守党苏纳克下台 然后工党这次选举来讲 开始执政 他自己从脱欧以后 现在开始后悔 其实从这些以上种种 就证明了说 英国确实现在来讲 已经在走下坡了 不再是以前当年那个日不落国 现在来讲的话 由于尤其再加上 俄乌战争的影响 然后自己本身又脱欧 所以造成他经济上面 确实现在有很大的困难 不然他不会再次工党 在这种脱离了14年之后 突然一下大胜保守党 就民心事变嘛 那金钻国家 金钻国家当初只是一个 就是说一个 他们只是商业投资一个名词 刚好中国 印度 俄罗斯 对不对 这个巴西加起来刚好 日母加起来刚好是金钻 但是后来他们就觉得说 其实金钻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第一个我们很具体来讲 他有一个开发银行 对于有2400亿 可以去帮助其他国家来互相发展 第二个我觉得金钻国家 他等于是一个中度开发的 这种世界这些国家 共同来跟G7 这种已开发国家来做一个对抗 那这些国家中度开发 我们现在经常听到讲说南方联盟 因为这些中度开发国家 当然他们经常会以前所面临到的就是说 是被这些已开发国家在经济上面 在金融上面做一个剥削 所以南方国家来讲的话 这些中度开发国家 他们必须要团结在一起 联合在一起 然后在经济上面 在金融上面有一个有个联合开发银行 来提供他们贷款 然后彼此之间互相合作 你知道这些人他们如果说真的团结在一起 在联合国投票 他就赢过很多了 对不对 他影响就很大 第二个 我觉得金钻国家 还有一个特色 当然第一个就是 他是以中国为首 这个不可会言就是以中国为首 那如果说以中国为首来讲的话 当然对G7这些国家影响很大 那现在最重要是一个就是说他们 如果说金钻国家成立一个就是本币交换 或自己成立一个货币的话 那美国美元势必会示弱 大家要知道美元来讲的话 他为什么美元就是 我就世界强权的一个美元 逼任你国家要用我的美元来做交易 你知道你只要用的是美元交易 你整天美国就有13%的税 被美国抽走 因为换汇之间 对不对 美国就赚了3% 他什么事情都不要做 他只要印钞票 这个你国家 你们用我的美元来做交易的话 我就可以有3%的收入 但是现在南方国家见性也发现 说是你美元是不是 这样子我们做了半天 都被你美元来做一个潮汐的一个收割 这个美元账跟跌 然后就变成我自己国家很多经济的损失 所以他们希望说是这个金钻国家 将来他们在思考 是不是我们要用自己本币来交换 比如说是用中国人民币 现在大概户增最高了 就不要再让美国可以抽一手 然后再加上俄乌战争 他们制裁俄罗斯来讲的话 那俄罗斯本来就是能源大国 他有天然气 那他说你用 跟我用卢布来做交易 所以我觉得金钻国家 加持轮值国是俄罗斯来讲的话 当然这只跨出第一步 如果要全部都用到本币交易 可能还有一段时间 但最起码先跨出这一步 对那尤其中国跟欧洲的交易量 是越来越大了 因为透过了中欧班列 让大家非常的惊讶 包含了我今天看到一个数据 光是中通道唯一的口岸 今年出境的中欧班列 居然已经突破2000列 这个数字比去年还要快了21天 表示量越来越大 那包含了物流公司他们说的最准 今年5月底中欧班列 他说40尺的这种大箱 运费原本其实大概6000到9000 现在居然涨到1.2万到1.7万美元 因为红海危机 中欧班列成了最佳替代路线 而且比海运 你走中欧班列 你省25天的时间 那当然就省时间也省钱 我带大家来回顾 第一列的中欧班列 其实以前不叫中欧班列 以前叫做余星欧列车 当时候就是从重庆出发的 画面当中 11000公里 从重庆一路就这样开到了德国 把中国的西部 以及欧洲 这边来做一个连结 从原本要40天的货运时间 缩短到了15天 如果说走中欧班列 其实只要能走中欧班列 所有厂商都省钱 光是航运的话 是省航运的五分之一的价格 时间是海运的四分之一 所以零件也很骄傲的说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一万列 这个叫做翻山跨海的钢铁驼队 也是满载发展机遇的黄金列车 中国怎么能想得到中欧班列 最后三分钟时间 我觉得运输有几种工具 各有各的优点跟长处 有海运 对不对 有公路运输 有铁路运输 有航空运输 还有什么管线运输 什么叫管线运输 油管 天然气的管线 每一种运输工具都有它优点 比如说管线运输可能对 只能运油或者天然气 但是它是最便宜最快速的 那飞机是最快的 对不对 可是飞机是最贵的 那航运来讲是运量最大的 可是你必须要走在海上 要有港口 那我们知道欧洲来讲的话 欧亚是一个大板块 我们看到一个大 以前来讲因为用骆驼干什么 交通还不发达状况之下 来讲的话陆运 其实还不如 因为海运来讲运量比较大 用陆运来讲的话 加上各国之间的民族重复 所以我觉得中欧班列来讲的话 可以打通这个欧亚的 一个大陆板块的一个运输 其实对未来来讲的话 再加上中吉乌的通车以后 其实会将欧亚大陆板块 连接在一起 对啊 以前那走海路 或许还要很多国家同意 但未来呢 只要中间这几个国家 自己桥定就好了 你有钱我也赚钱 是不是一举多得呢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酷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Blue Your Care